大家好,歡迎收看神來點評 我是Apple Train Team Leader 李志祺 今天要來分享如何來看 AirPods 的電量囉 想看剩餘電量 除了透過連接 AirPods 10 的彈出視窗 還有很多方法 像是可以打開控制中心 點選音樂右上角的符號來看剩餘電量 就算耳機已經戴上了也看得到 或是可以在小工具頁面裡加入電池小工具 這個小工具有三種尺寸可以選擇 就連 Apple Watch 的剩餘電量都可以顯示喔 這個小工具也能放在主畫面 只要在主畫面空白處長按 點選左上角的加號 並選擇電池小工具即可 如果已經更新到 iOS 16 你也可以在鎖定畫面長按 選擇自訂中的鎖定畫面來加入小工具 點選加入後的小工具 你還可以更改想要追蹤電量的裝置 十分方便 連接上 AirPods 後 你可以在設定中看到它 點進去後最上方就有電量顯示 而且還能在這裡更改名稱以及其他設定 如果你會用 Apple Watch 聽音樂 AirPods 連接上 Apple Watch 後 也可以透過控制中心看到剩餘電量 在 Mac 上也可以從選單列上看到喔 以上就是這次 AirPods 查詢電量的技巧 有任何的問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讓我們知道喔 隨便點評 我們下次見 掰掰